官官政府部門首長各位委員同仁各位媒體朋友 可不可以請外交部時事眾次長發訊 有請時次長 次長您好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媒體上報導而且不止一家 說緊急的時候不排除軍機撤僑 我想這個應該是錯誤吧 應該有軍機撤僑的這個安排嗎 目前是沒有這個需要 目前是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到目前我們跟民航公司所達成的安排 這個擴大機型 到今天我們跟明天可能還有1000個空位 對 我曉得目前是沒有這個需要 但是我是在這邊要澄清一個觀念 就是軍機撤僑是你們的方式之一嗎 在必要的時候真的必要的時候有軍機撤僑可能嗎 我們不排除啦 不排除 因為這一點我就要請教 最重要這一點我就要請教 對 次長 是 我覺得這個什麼事情要講的現實一點 我一看到軍機撤僑啊 我說彈何容易啊 對不對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台商的工廠連掛出我們的國旗 都不可能 以越南跟中共的這個關係 以我們的外交的處境 軍機要進入到別人的飛航情報區 進入到別人的航空識別區 防空識別區是彈何容易的事情啊 我們軍機怎麼降落啊 如果說你不排除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有點荒謬不切實際了喔 如果說你澄清報紙上報導錯誤 這一點我們可以接受 你可以看到 泰國 日本 這個最近他們是聯合一次軍演 這個撤僑 那還是在整個的這個東亞 這個七個國家啊 這個共同 在這個 Golden Cobra 金色眼鏡蛇的這個計畫之下 是大家共同協議的 是美國和泰國聯合軍演 周邊的國家共同一起的 才同意他去西洋三洞啊 去撤僑 我們的飛機怎麼樣飛過我們的 這個 飛到別人的防空識別區區啊 尤其我們的軍機 對不對 這個就不切實際嘛 報委員 我想我們在 菲律賓 海燕颱風的時候 委員也記得 對 我曉得 在最緊急的時候 那是在人家在同意的情況之下 而且是去救人家的災喔 沒錯 那今天是人家跟我們搞對立的情況 今天是人家在跟我們搞對立的情況之下 你想有這種可能嗎 但是這幾天我們撤回的台商就 將近六千多人嘛 所以可見這個需求 台商它是需要政府作為後盾 可是我們認為 所以我想在必要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恰景越南 我們的軍機要能去的話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中間啊 我看來看去我看到 國安會的報告裡面都是專機撤僑 都沒有講軍機撤僑 你們也不能夠將錯就錯 然後就好像真的認為軍機撤僑 尤其在對立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澄清做個分別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要切合實際 好的 你說天然災變的這種情況之下 韓國你可以看到 這個福島災變核災的時候 他們這是在允許的情況之下 當然 可是在對立的國家 和國家對立人民對立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軍機撤僑 我覺得那就不切實際 我們會澄清 這一點我覺得我特別要這個釐清 另外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 我們的經濟部的這個次長 杜次長 有請杜次長 杜次長我們看到 這個這一次這個初步的統計啊 這個台商大概有224家 台商受損對不對 是 那有的受損的情形相當嚴重啊 產房都整個的這複製依據啊 都燒掉了這種情形啊 越南的代表 這個裴仲瑩講說他賠償 那他的這個賠償裡面啊 是在減免土地稅 營業稅 協助辦理優惠貸款 或是不計算先前的這個過期的貸款 那麼這種方式啊 提出來當然還要 按照我們跟台越的這個投資保障協定 還要再協商啊 你覺得這個賠償方式 可以接受嗎 應該是要看台商受損的情形 再來決定採用哪一種方式 對台商最有利 那我就講說在四種方式裡面來講 你覺得這四種方式合情合理嗎 在國際上還常用的 包括了當然有現金的賠償 或者是特許期限的延長 這些都是可以談的 但是要看受損的狀況再來決定 對啊可是現金的賠償可能是更重要的啊 你說如果受死 我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像他提到 越南的裴代表就提出這四種方式 土地稅 你想要越南土地稅是多少嗎 這個我還不太清楚 我們在越南土地稅是多少嗎 這個我還不太清楚 我覺得這就很糟糕了 我們的政府要跟越南談判 越南的土地稅是多少 能不能夠符合我們台商的需要 我們都不清楚 那我們怎麼可以接受呢 這個因為要等到我們的這個 同仁到禮拜三到現場的時候 會再主意的再去了解 我覺得啊 現在如果說到現場才去了解啊 那就已經不夠了 真的 因為那個是因為進入到細部談判的時候 進入到細部談判 人家已經提出來了 接免土地稅啊 越南土地稅我告訴你多少 萬分之三 萬分之三 而且大部分的台商啊 在工業區裡面啊 他們是用承租土地 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方式啊 是租的 一是父親 如果你在工業區以外 買土地的 那有土地稅這個問題 租的話一是父親沒有了 所以這個狀況都 每一個地方狀況不一樣 你一個整個廠燒掉了 你萬分之三又能夠怎樣 是 所以我說 這個是有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處理 所以我就說啊 我們的這個部會啊 都應該要先了解 人家既然提出來了 你們馬上就要 應應我們國會 今天會來問你們 那你們就要了解啊 你們說不能夠不了解 然後還要等到到越南去 那政府永遠慢半拍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的同仁 在第一線的 胡志明的這個同仁 正在逐一的先去做 協助廠商先做證據保全的部分 因為他是要一步一步來 所以委員的提醒 我們會注意 不是啊 那我再問你 營業稅呢 營業稅你起來 越南營業稅多少嗎 我們台商大部分營業稅多少 這個如果他是做外銷 或許這個部分可能就不一定有營業稅 多少嗎 大概多少 抱歉我不了解 我都覺得政府都應該要了解 我們可以看到越南的營業稅啊 現在大部分台商啊 多少 17 17 你可以看到 他是28 他可以給你減免 各地工業區你進駐 或是地方政府可以給你減免 那甚至 獲利起4年還可以免稅 9年減半 只要你是大企業去進駐 所以營業稅這個減免 老實講也不切實際 也不切實際 對不對 然後協助辦理優惠貸款 大部分的台商是在台灣貸款 在台灣貸款的 優惠貸款什麼 對不對 然後另外 不計算先前的過期貸款 也是一樣的情形 大部分是台灣 都知道我們的財政部 要在這方面要 多幫忙我們的財商 而不是越南 越南 這個越南代表 裴代表好像提出了事項 好像對我們好像很有誠意 事項都是空話 這個要 這個所以我跟委員報 這個要看他的這個實際的狀況 因為每一家狀況 如果他損失輕微 或許可以考慮 如果他損失嚴重 當然就要選擇其他的方式 對啊 你想損失嚴重 你剛剛提到 這個裴代表提出來這四種方式 切不切實際 如果根本不切實際 談都不必談了 談都不必談了 我們要提出我們的訴求 我們直接現金的補償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訴求 好不好 在這方面我們也希望加強 而且我們也看到 事實上 中國大陸現在勢力迅速的崛起 他跟周邊的這個國家 有這個區域的 有這個領土的 各種各樣的這種糾紛 資質地出來的排華的事件 是隨時可能在東南亞這些國家可以發生的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套整體應變的做法 我們到底有沒有整體應變的做法 很多去東南亞的都是因為在中國大陸 因為沿海騰農換腳 走到內陸去還是面臨一樣的問題 乾脆他就到東南亞去了 到東南亞去了 那現在也面臨這樣子的排華的這種 潛在這種威脅 那我們政府請問各部會 有沒有一套統一的這個做法 來保障我們的台商 撤僑的計畫也好 保障台商的計畫也好 緊急事件的時候 怎麼樣有效的這種所謂的這種 這個既定的這個運作模式 我們的部會有沒有一套 在保護的部分 我們原則上我們希望 要跟所有國家能夠簽一個 能夠完整保護台商投資的這個協議 是一定要進行 所以越南我們希望 能夠用一個新的這個投資保障協議 來取代原來舊的投資保障協議 那至於這一次經驗上 對於如果發生緊急事件 在我們的投資保障協議裡面 還在說 一旦狀況發生的時候 開始協商 六到九個月 照道來講 問題發生以後 投資保障協議 就應該訂定單一的窗口 不是單一的窗口來協商 單一的窗口應該處理理賠的事情 應該是這樣子 是委員那個 因為投資保障協議 它是二十年前訂的 現在國際上有新的 一般用的版本 我們會希望 來跟它renew 這個新的這個投資保障協議 那我也覺得 那我們的外交部 跟我們的這個 經濟部 都嚴重的失職 為什麼呢 因為二十年前訂的 跟現在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現在我們光是 第三地轉進投資的台商 就有四千家 如果直接間接的投資 加起來 超過六百億美金 這樣子行行 那二十年前訂的 都已經 跟現在的投資保障協議 都過期了 你說 發生狀況以後才開始協商 照道理來講 現在新的投資保障協議以後 發生狀況以後 都應該設定單一窗口 開始處理 受理理賠的這個事情 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都已經在跟越南政府 正在談 那個 談這個新的這個協定之中 好不好 我們也希望 不要都是每一次 都是發生事情以後 這不是發生事情 之前就已經在談 之前那都沒有進展嘛 有進展 但是都還 正好還沒有談好 沒有談好 正好都還沒有談好 還沒有談完 那就像 剛才我們問到正好 你也不知道 這個 他們的土地稅 是什麼 我們是一樣 然後我們要去了解了才能夠 我都覺得 政府應該要前瞻性 前瞻未來 因應台商的各種各樣的狀況 可能的狀況 都前期的規劃 是的 謝謝